36歲的 他是做重訓 他長期做幾個月做了之後 子宮竟然下垂 欸 女生們 想生 不想生 都沒問題 護好你的軟才能一直水噹噹 我是你的冒生醫院小王子李君醫師 減肥 減到沒月經 黃吊髮 二毛失調 不到四十歲 皮膚泛黃 老化皺紋 說不定啊 更年期已經悄悄的腳上你囉 那近年來軟巢腳衰有一個年輕化的趨勢 難道現在就要開始擔心更年期了嗎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冒生醫院的謝金鴻醫師 他也是我們的咪尿道問題的專家 來 我們來歡迎謝醫師 其實更年期一般來講是指說 平行之前的三到八年 會有一些 比如說熱潮紅 心劑 月經不規則 失眠 精神障礙的這些症狀 對 那我們就稱為 更年期 但是更年期並不是一定是發生在 五十歲 五十一歲左右的那些女性 那有一些是發生在四十歲之前的 我們就稱為 早衰性的 卵巢功能的衰竭 大概有百之五到十的女性 即使在四十歲之前有 這種卵巢功能的退化 還是會恢復 所以有一些就稱為是功能不全而已 定義上是認為說 如果有四個月 月經沒有來 那我們這個年齡在四十歲之前 而且有連續兩次 我們稱那個FSH 如果大於二十五 那我們就可能說它是 早衰性的卵巢功能 不全 有個Kiss就是二十一歲的 他的症狀大概就是 月經幾個月沒有來 對 然後跟他做超音波 就發現這個 子洞涅膜變薄 那如果他變薄了 那就是代表說 荷爾蒙有問題 沒有荷爾蒙刺激 跟瓶筋一樣 這個子洞涅膜變非常保障 謝謝醫師 你在看他生理狀況 有什麼特別的不一樣的地方嗎 是不是這些 軟膠腳衰的病人 他的狀況其實就是 跟更年期的婦女 非常相像 對 應該是這樣 因為缺少荷爾蒙 那當然如果只是幾個月 可能變化不會那麼明顯 那如果說自己有這種症狀 那就應該要 要趕快的看醫生 那一般來講 根原期如果經過長時間的發生 甚至遭到瓶筋的話 他可能就會 全身的萎縮 因為譬如說 皮膚會變薄 變薄 子宮變小 陰道萎縮 那可能就 常泌尿道感染 對 性型會困難 對 會貧尿 那甚至我們 女性缺少荷爾蒙 他尿道會長 肉腹 會長一顆肉腹 肉腹紅紅的東西 凸出來會痛 性嚼會疼痛 有太多問題了 一定要回來抽血嗎 這些事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他判斷 自己是不是產生更年期的症狀 這個我個人看法 就是醫學來講 更年期 最常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 月經可能會不規則 月經不規則 對 月經不規則 那這個月經不規則 他本身就有三大特色 第一個是 來的時間間隔不一定 來的期間不規則 對 那他的量不規則 這第三個特色 所以如果第一個 你有月經不規則 那覺得性行為困難 對 因為可能暈到萎縮 對 那有可能皮尿 腸泌尿到感染 那剛剛我們剛剛講到 那個最常見的症狀就是 心劑 嗯 失眠 包括這個 胸口會熱 熱潮紅一般來講 他其實不是 臉熱起來 對 正確講完應該是 胸口會熱 尤其半夜胸口會熱 對 這是最典型的情況 月經異常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對 對 對 那造成我的功能異常的 關鍵就是壓力 壓力會讓人不排卵 對 然後就造成月經沒有來 對 這些病人因為壓力的關係 或者是子宮受壓破 對 晚上要血涼涼涼 晚上血涼涼涼 結果就失眠 失眠結果就引起 影響情緒 然後卵巢 這荷姆就異常 互相的影響 對 相關聯 所以 這一些 包括失眠 夜尿 皮尿 子宮偷垂 對 可能跟不應症 可能有 可能或多少 就是應該說有間接的關聯性 間接的影響 有可能 36歲的 他是做重訓 他應該長期做幾個月做了之後 這個 子宮竟然下垂 對 就我的經驗來說 應該是子宮偷垂的病人 大部分出現在年紀 可能像 四五十歲以上 多產次的經驗 這樣的狀況 其實會比較多 對 所以 因為這個社會型態改變了 有什麼樣改善的方法 對 第一個 重訓還是要找 對老師 對 給你正確指導 譬如說你在舉重用力的時候 就不能憋氣或吸氣 應該呼氣 這種有子宮偷垂的病人 或者是在做重訓的病人 我建立除了他做重訓之外 要學會做 凱格爾運動 就是骨本體的收縮運動 也叫骨本體操 這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發現有症狀 有頻尿症狀 或是下腹痛 因為這種子宮偷垂 它會拉扯到筋 會讓筋斷掉 這種持續下腹的痛 或悶痛 或者是尤其下腹 左動都會痛 左動都會頻尿 這些病人 就趕快來看醫師 這樣會比較好 對 我們預防軟巢腳衰 避免更年期提早到來 我們平常就要做好軟巢保養 必須要規律的睡眠 補微母乳 規律運動 適時補充浮眉Q10 並且是抒發壓力喔 最重要的是 要定期做軟巢功能的檢查 若腳躍發現問題 便可提早介入治療 或者考慮進行動染療程喔 這樣子才可以保證自己 日後生育的機會 再次感謝謝醫師來上我們的節目 謝謝 下週三同一時間 緊急於手訂 忽然OnAir 記得分享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第一時間不錯過 我是你的茂盛小王子 李君醫師 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謝謝